如何看待美意关系 是盟友还是相互合作利用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蓝观点 10月15号 曾经揭露水门事件的美国记者 伍德沃德出版新书《战争》 他在书中再次爆料 本轮把影冲突爆发后 拜登虽然第一时间表态 公开支持以色列 但私下却对内塔尼亚胡的做法 表示强烈不满 各种猜测和指责也欲而俱增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方面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 确实表现出强烈的盟友关系 首先是战略考量 美国把以色列视为是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 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关键 可帮助美国维护地区稳定和战略利益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是以色列的坚定盟友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为以色列争取政治支持 并对以色列在地区冲突当中 进行防御性打击的权利 给予肯定 冲突爆发以来 美国不仅向以色列淵源不断地提供先天的武器装备和技术支持 还在国防和情报领域与以色列有着密切的合作 包括共享情报 技术和经验 以共同应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挑战 此外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还有着紧密的贸易联系 美国是以色列最大的出口市场 两国在科技农业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打抢 美国还为以色列提供大量的经历援助 以支持以色列的发展和稳定 另一方面 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也确实存在一些分歧和挑战 主要表现在 一是战略利益差异 美国与以色列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利益上的考虑存在差异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 其战略考量涉及全球范围 而以色列则更加关注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那么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双方在某些问题上产生问题 二是以色列的强硬立场 首先是以色列对伊朗的报复 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后 以色列研究讨论如何电竞宽机 其中的一些行动计划并没有与美国充分沟通 导致两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存在差异 其次是对黎巴嫩珍珠党的态度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较谨慎 曾经提出平和建议 希望为政治和外交解决能够留有余地 然而以色列在黎巴嫩疯狂激烈的军事行动 并未遵循美国的期望 这也成为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点 另外还有加沙地带的问题 在加沙冲突中 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和策略也存在严重差异 这反映了双方在地区安全和利益方面的不同考量 三是国内政治和经济营土 在美国国内 对中东政策的看法存在分歧 不同政治派别和利益低团可能对民意关系产生影响 此外 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 其对以色列的支持力度也可能产生影响 四是国际舆议压力 随着国际社会对人权和和平的关注 日益打架 美国在面对以色列的一些行动时 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国际娱乐压力 这可能导致双方在如何处理地区冲突 保护平民等方面产生分歧 因此 应该说 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 多层次的联盟关系 既有紧密的合作 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变管美意双方存在这些分歧 但美意关系冷染坚固 未来 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 仍将继续发展下去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